11月25日 2018台湾地方选举结果出炉 台湾再次出现蓝绿大变天 为什么民进党在短短两年之后就近施民心 这次选举又会给岛内政治和两岸关系带来哪些变化 美国手中的那张台湾牌效力还有多大 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 为您带来最新解读 金教授不出所料 韩国瑜击败陈其迈拿下高雄 您怎么看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在高雄的胜利 毕竟绿营在高雄执政20年根基很深 韩国瑜获胜 首先还是大家对民进党失望 这也是根本原因 国民党其实组织体系还是挺涣散的 韩国瑜基本上靠单打独斗 党内没有给他什么有效的支持 但是韩国瑜还是赢了 说明大家对民进党真的是很失望 民进党自己表现不好是根本原因 另外韩国瑜本人很草根话 讲话很朴实 不像国民党传统大佬都是精英派 不接地气 他自己又抓住了重点 就是要拼经济 民进党在经济上执政不当 是他输的根本 也给了韩国瑜机会 金教授有说法认为 高雄人支持韩国瑜 不是因为支持国民党 而仅仅是无法忍受民进党 这似乎是台湾选举政治的一个规律 选一个不是因为他好 而是因为另一个实在是太烂了 台湾选举政治是不是进入了一个笔烂怪圈呢 您怎么看 年轻人去意识形态化以后 明显站队蓝绿的人数再减少 有民调显示 现在不认同两党认为自己中立的人群比例 比认同蓝绿两个加起来都要高 这是一个新现象 大家不怎么站队了 看人不看党好像成为新的潮流 当然对两个党他们都还是有期待 对一家不满 就会想换另外一家试一试 但台湾民众可能得接受另外一个事实 就是原来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些特殊条件 可能会渐渐消失 以后他们的期待应该低一点 比如冷战时期 台湾受到美国日本的特殊照顾 加之那段时间 大陆自己也走了一些弯路 还有国民党原来的精英团体 搞经济是比较优秀的 使得台湾经济在一段时期内特别突出 但现在这些外部条件可能都没有了 美日既没有原来那种意愿 也没有能力再来帮助台湾了 他自己本身的人才优势也没有了 更重要的是现在大陆崛起了 所以以后无论谁在台湾执政 他们都得接受一个事实 他们记忆当中那种对大陆有明显优势的时代结束了 而且是不可逆转的结束了 必须接受这个新现实 当然蓝营执政以后也会遇到他们的问题 老百姓期待非常高 所以他们必须拿出真本事来 如果他们承认九二共识 愿意跟大陆交往 这当然是好事 但是他又闹不过民进党 选举激情过后回归冷静 就得面对现实 台湾的总体资源条件肯定不如以前 其实也是有风险在里面的 金教授韩国瑜在竞选过程中 也是不强调意识形态 而是立足高雄 只谈经济 这是不是抓住了台湾民众的普遍心态 大家已经厌倦了蓝绿意识形态划分 真正在意的是 这个候选人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台湾政治有没有可能跳出蓝绿划分 转向务实呢 这次是个地方选举 所以两岸关系的影响是比较间接的 但不是没有 因为民进党执政这两年多 经济搞不好的一个原因 就是两岸关系不好 民进党的很多操作是失常的 阻碍两岸交流 搞什么心难 像政策 效果也并不明显 受到意识形态束缚后 对岛内的很多政策 都是不符合民意的 整人整得很厉害 公开把党产会叫东厂 这个就有点法西斯的味道 最终老百姓选择的还是经济 他们感觉到经济不好 想换一换人看看 但是我刚才讲了 经济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是两岸不好 大大限制了他的政策选择 就岛内政治来讲 有几个启示 一是年轻人的意识形态 开始淡化 悲情一代 逐渐失事 第二 现在来看 第三党的空间并不大 之前看好的所谓白色力量 并不明显 未来蓝绿两党 还是要争年轻人 谁能把握住年轻人 以后就更有前途 第三 这次选举过后 国民党内部传统大佬地位 可能会有所下降 因为他们其实帮忙不多 各个地方候选人 主要还是靠自己 金教授 每次九合一选举 也被看作是下一届大选的风向标 这次六都 国民党拿下三都 翻转了2014年的蓝绿对比 2020大选 国民党和民进党的两党对决 会不会再次出现蓝绿翻转 2020大选 两党对决会不会再一次出现翻转 这个现在 还不是很有把握 因为其实这一次 并不是国民党 作为在野党赢得选举 而是民进党太烂了 另外这次国民党 胜出的是草根领袖 他们表现比较得力 但党内高层的表现 就差强人意 吴敦义还骂 陈局是母猪 所以未来国民党 能不能推出一个 能获得支持 统合人心的人 现在还是没有把握 特别是国民党 善于内斗 所以好像还不能简单的 用今天这个结果 来推算2020年大选 还要看当时的一些情况 但总体比2014年地方选举 和2016年大选 有信心多了 金教授 民进党大败之后 蔡英文辞去党主席 赖清德也请辞 上次出现蓝变绿 用了差不多马英九两个任期 这次绿变蓝 蔡英文才做了不到两年 为什么会这么快就出现翻转 有很多的原因 第一 是民进党 让两岸关系走江 我们要求他 承认九二共识 但到今天为止 他也不承认 用各种各样 奇奇怪怪的借口 来回避这个问题 两岸就陷入 某种僵局状态 而大陆其实是 台湾最好的经济依靠 这样蔡英文 要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 就没有了 第二 岛内高度政治化 清查国民党党产 搞转型正义 去中国化 用意识形态 绑架一切 第三 蔡英文用人 好像不太专业 做一些事好像 也不是很专业 所以效率很低 而且制造了 很尖锐的对立 老百姓原来给他执政机会 对他是有所期待的 但因为他的表现 确实太糟糕 期待迅速就破灭了 才出现了 如此迅速的逆转 金教授就这一次选举结果来说 蓝绿翻转之后 两岸之间接下来的交流 会不会冲破目前 民进党的政治障碍 有进一步的加强呢 我觉得民进党 现在还是在掌权 两岸关系的主导权 还在民进党手上 但总体来讲 这次选举结果 对两岸关系 当然是个好事 我们可以更多的 通过蓝营执政的现实 去推动两岸交流的 比如高雄 我们肯定会和他加强一些合作 金教授 韩国瑜打出的口号 就是打造高雄全台首富 未来肯定会拼经济 而且在最后辩论环节 他也公开承认 九二共识和一中原则 这预示着 未来高雄和大陆之间 会有哪些更进一步的互动 对 因为习主席 讲过好几次 包括在十九大报告里也讲 任何人承认九二共识 我们都愿跟他打交道 现在蓝营执政的现实 我估计都会承认 这样我们打交道的政治前提就有了 所以我们这边和蓝营执政现实的交往会多一些 但是因为目前台湾执政的还是民进党 所以这个障碍还没有绕过去 金教授傅高义上月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谈到 台湾问题比中美贸易摩擦更值得忧虑 您之前也提到过很担心美国打台湾牌 目前岛内政治局势变化会如何影响美国的对台策略 从中美关系角度来讲 原来确实有一个挺大的危险 就是岛内的极独派和美国的极右翼相结合 在台湾问题上挑逝 应该讲这一次美国还是选边站的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墨剑还跑到高雄去访话 说什么要防止大陆干预选举 今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 美国人还帮台湾设计他们的防务方案 选举期间还在台湾附近搞军演 非常明显的在两党之间选边站 但是看来好像作用不是很大 现在这个结果出来 我觉得是个好事 意味着美国极右翼通过台湾的极独派打台湾牌 导致台湾危机提前爆发的可能性就小很多 因为我前面讲了 美国这次干预的作用不大 原因也挺复杂的 这次是地方选举 大家特别关注民生 美国做这些动作 好像跟民生没什么关系 它对于两岸关系会有一点影响 但要说具体到台湾的劳资关系 大学生薪资 美国好像也无能为力 其实美国选择在这个时候来干预就不是特别好 也说明美国现在的政策操作考虑的不是很仔细 现在执行美国对台政策的这一帮人是共和党内比较偏右的一派 而且还不属于美国传统上对两岸关系比较出的那帮人 所以它的操作有点问题 现在美国心里有点急 像以前这种选情胶着的时候 它在两党之间不会明显站队 这次是明显站队 但站队时机选得又不对 操作政策的人专业性又有问题 还有就是因为大陆崛起 大陆和美国力量接近 美国这些控制 对台湾的安抚作用肯定也减少了 原来美国如日中天的时候 它使个眼色就能带来震慑 现在别说使眼色 就是摆pose 大家也不理它了 从我们角度来讲 这应该是好事 我刚才讲过 原来有一个危险 就是美国的极右翼 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之下 就通过挑动台湾的 极独派打台湾牌 这次结果让极独派有点受打击 美国再想通过极独派来 挑动两岸危机的能力就下降了 就可以让我们更加从容 按照我们的节奏来解决台湾问题 所以就防范美国 或者说减少美国 打台湾牌的效能方面来说 是有好处的 但也不能简单的认为 美国就不打台湾牌了 我个人还是很担心 我推算明年中美贸易摩擦 可能会告一段落 但由于美国 现在对我们的战略定位很消极 它就会打别的牌 这其中 我还是最担心台湾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抓住 台湾的政治变局 更好地推进两岸交流 争取台湾人心 同时对国际社会 当中的一部分人 特别是美国 还是要严密关注 金教授 现在选举结果跟美国预想 或者说期待的不同 站边也没站队 接下来会做出什么样的政策调整 坦率讲 像韩国瑜 肯定对墨剑在高雄的讲话 是不高兴的 我估计美国 在台协会以后 跟蓝莹这些地方部门交流会 有一些隔阂 但美国脸皮 也挺厚的 说不定 也会马上去拜访蓝莹 因为他也需要继续保持对台影响 马上会跟蓝莹联系 但整体来讲 美国对两岸 包括对岛内局势的干预能力 看来比以前要降低 金教授 在这种情况下 大陆对台战略会不会做出调整 对大陆来讲 要保持淡定 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我们可以了解 台湾的内部一些变化 包括美国 在台湾影响力的一些变化 但我们推进 祖国统一的目标 不要有任何变化 按照我们的节奏方式 稳步推进 软的更软硬的更硬 更加注重时效 原来我们的会台政策 确实被中间人 赚走了很多差价 特别是年轻人 没感觉 现在我们也意识到这一点 开始想一些办法 大方向 肯定是对的 但在技术层面 怎么落到实处 可能还要下功夫 方向没错 作息一点 在国际上 军事上 理论上 做统一准备 这个一点 也不要松懈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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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